4月23日 世界閱讀日 2017年我們開始想意參與這個活動 那我們今年特別選定 走讀台灣為推廣閱讀的主題 後果走讀台灣 讓閱讀從生活周遭開始 從在地開始 不管你是讀了想去認識了解 書裡面的場景 或者是你先參加了活動 引起了這個興趣進一步 先走了再來讀都很好 所以有上百條目鏡 等著大家照去茂名 那在這裡面你可以找到 同一本書的同號者 一起透過走讀 閱讀一起分享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閱讀的本質 其實它就是一個創作跟分享的渴望 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們從自己做起 我們也從家庭做起 我們也從鼓勵的孩子做起 或是因為孩子4歲 那其實孩子他還不會閱讀文字 他喜歡聽故事 那就是人類的一種 很基本的好奇 那就是一種閱讀的動力 所以在此也藉著這個機會 報告一下我們幫助的能力 或是我們傳產店 面臨的防戰才是摔退 但是我們認為說 要提振市場景到時候 更好閱讀做起 它包含 小英席的閱讀日 我們也將台北國際書展 轉型成一個閱讀沙樓 那一面書展上千場的閱讀 跟閱讀的活動 它讓台灣成為一個 世界主目的一個思想自由的堡壘 那台灣的書館業就像一個亞洲的燈牌 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也在專門做文化體驗的教育 概念閱讀的教育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學校裡面 讓孩子從生活裡面來做起 那當然在產業的發展 我們也持續的來支持 獨立書店的發展 書店就像在我們的生活裡 不斷的奏造和吸引大家 不要忘記閱讀的解釋器 我們也結束數位閱讀的發展 像投注跟支持 諸位推廣的平台 跟書評的支持 那當然還有一些法規要聯修 那例如說我們兩年前 也正在對公公們低價值 可以我們繼續改革 那我們最近也在 迪財政務室的討論 希望能夠爭取 負擔產業圖書的 加持業稅的見面 能夠讓大家各有領域 來發展產業 實際上是我們的努力 但是我想 很重要還是要從生活做起 從越讀做起 所以我再次深深的感謝 所有的待遇及的 共同我們來上台這些信息 但是我希望它是件有趣的事 可以通過著我們台灣 讓業主越有趣 我們 nostalgic 而作詞